大家好,我是導覽員陳佩金 玩玩月光下,蒲公英在歌唱 像年華閃著月亮的光芒 每次我唱到這首歌時 我就會想到一位藝術家范古 范古是一位很有名的藝術家 他創作了無數有名的畫作 但是因為他生活上過得不如意 而得到了精神分裂症 被關進導演院裡強制治療 范古的話一直以憂慮黯淡的色彩 來重斥在作品中 就在1889年,范古畫了這幅畫新夜 你們看,在右上方 有一顆又大又圓的月亮 正在閃耀著耀眼的光芒 而旁邊有許多漩渦式的小亮點 又如星星般圍繞著月亮 陪伴著月亮一起照亮整片天空 范古用不同深淺的黃色 以同行圓的方式圍繞擴大 蔓延整座山脈 速度讓人快地喘不過氣來 范古用短而重疊的筆觸 來加深他心靈的不安焦慮的心情 我們可以感覺得到 范古他當時是多麼渴望可以得到心靈上的放鬆 這一棵樹是柏樹 柏樹代表場情的意思 也是天與地之間的橋樑 但是范古卻把它畫得像霍蛇一般紙串端 讓人有一種火山爆發的感覺 好恐怖喔 所以我們可以感受得到 范古是多麼渴望得到自由 但是卻無能為力 底部的話是春落 和他最喜歡的教堂堅塔 他是以簡單充滿離島的線條 彷彿用他生命僅存的氣息 所畫出來的 我們看到了這裡 心情也平靜了下來 也安詳了許多 我們可以感受得到 范古是多麼渴望回到自己溫暖的家 人活著就要把備份化為力量 不要把什麼事情都滿在心裡 要勇敢的說出來 每件事情都要沉眠思考 要懂得愛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介紹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會會說 skip 根